外送員手拿辣椒水對著訂餐民眾 兩個人起口角 衝突原因 就是因為一分鐘前 餐點沒有送上樓 其實這兩人糾紛不是頭一遭 事發在新北市新店某社區大樓 男子說太太也遇過這名外送員 不滿當時餐點丟在管理室就走 認為有小孩在家不方便下樓 但外送員解釋 機車曾被拖掉過 兩家外送平台規定Uber Eats不提供送上樓服務 Food Panda則是應送到客戶指定地點 但如果有個人因素或其他考量可聯繫客服協助處理 爬過公寓 因為你不跟 你會常常跟客人起爭執 而且浪費時間 所以這樣一趟下來全身汗 全身都是 而且會有感覺要中暑 高溫炎熱 外送員送餐上樓爬沒電梯公寓 一趟下來滿身汗 雖然又熱又累 但不要緊 多數人使命必達 但如果機車會被檢舉拖掉 繳罰金划不來 只希望消費者也能將心比心